蔡李旭老师,是福人心不然理福人方无言。 日期,2020年8月20日1点57分0秒下载Doc文档微博、微信、支付宝分享。 是福人心不然理福人方无言。 弟子归知是福人心不然理福人方无言是福人、心不然、理福人、方无言。 假如我们是用权势、用我们的地位去压别人,他的心不会很服气,虽然表面上还是对我们毕恭毕敬,可能居完宫离开了他的视线以后就怎么样? 他可能就变一个脸,可能就开始数落,骂我们都有可能。 假如我们给予别人的一种尊重是这么表面,那我们应该好好反省反省, 因为这样的尊重是很虚滑的,是很浮面的,人生要追求比较实在,比较真实的人生。 有一个小朋友他就说道,妈妈打我,就是从小成长过程,妈妈打我我都忘记了,但是爸爸打我,我每次都记得很清楚。 同样是处罚,为什么差这么多? 为什么? 妈妈打他,动机是什么? 是爱护他,是管教他,所以打完之后他心里也明白自己错了,反而会去改正,但是爸爸打他,出发点不见得是要教育他,而是怎么样? 可能脾气一来就打他一顿,他的心里很不服气,所以每次都记得很清楚。 所以小孩子也是很明白,我们到底用什么态度对待他,他接收的一清二楚,所以要礼服人,方无言。 家庭如是,我们处在工作之中,在我们的企业之中亦如是。 所以领导者也要有一定的规矩,不能你今天喜欢这个人就大大的用他,今天不喜欢这个人,纵使他有能力,你也把他打压下去,这样是服人无法赢得人心的支持。 应该遵循着道理,礼服人,方无言,要用平等,才能让人心平和,要用关怀,要用爱静,才能让整个团体气氛越来越祥和,越来越和善。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,只要用权势,用武力把天下打下来的,那个朝代的时间都怎么样? 不长,而以道德,以孝替来教化人民,来以身作则的朝代,他的历史都会比较悠久,而且对于后世的影响都甚深。 所以我们看看中国最长的朝代是哪一朝? 周朝,就是以德治天下,所以礼服人。 我们看看用武力打下的天下,秦国他的朝代只有几十年就怎么样? 就被推翻掉。 所以从历史当中,我们可以学到,借静,要让家庭,让企业长治久安,绝对要用道德,绝对要用理智,才能够赢得人心。 历史能让我坚往之来,不要人生又重蹈古人的覆辙,这样才不会辜负我们这些老祖宗留下了二十五史给我们人生的帮助。 咱们俩无论的只是专业都会说,我和你走一路都会改后,不一路都会讲,不一路都会有点迷幻,这样才会有点迷幻灯。